大马路上出现一只长得很像鸵鸟的动物 让原本正在慢跑的日级市府顾问野骑校男吓了一跳 拍下照片 大鸟逛大街地点就在台南市的渔光岛 不少清晨运动的民众也都遇到了 纷纷向里长通报 里长赶紧通报市主和农业局来抓鸟 这只大鸟并非是鸵鸟 它叫做鹅苗 是澳洲国鸟也叫做澳洲鸵鸟 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鸟类仅次于鸵鸟 和鸵鸟不同的是 它的脖子上有羽毛 鸵鸟没有 而鹅苗有三个脚趾 鸵鸟则只有两个 在台湾不少地方的动物园都有它的身影 泰南这位四主已经养了两年 之前也曾经发生脱逃事件 担心它逃跑时会伤到人 四主决定不再续养 农业局暂时将这只鹅苗收容在外包的厂商那里 后续会再接洽动物园看看是否有人要收养 为他寻找新家 民事新闻林俊明 陈子平 台南市报道